好,在我们安装完SH服务过后 我们应该已经具备了远程登录服务器的能力 那么在实际开发中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远程登录开发主机就足够了呢 很显然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在实际开发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需要 就是说我们利用Windows的比较强大的ID工具 进行编辑软件 也就是说相当于编辑我们的原文件 而这样的原文件 我们说你Windows可能运行不了 比如说我们的Linux内核 它可能是必须要在我们Linux环境下才能编译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样的文件上传到我们的开发主机上 也就是我们的Linux系统 然后在Linux系统中我们进行所谓的编译 然后最后生成我们的镜像文件 或者是我们的二镜子文件 然后利用这样的文件 我们还需要把这样的文件下载到我们的开发 我们的主机上 那么这台主机最终会通过也是Windows系统 最终可能会通过Debug调试器下载到我们的ARM开发板上 那么整个流程就可以看到我们嵌入式开发 可能不仅仅需要我们的客户机登录到服务器上进行开发 同时也需要客户机跟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什么文件的传递关系 也就是说文件的上传和下载功能 所以这样来看我们SHD这个服务其实只是简单的解决了如何让客户机去登录到服务器使用的一种方案 那么但是我们的上传和下载功能这个协议并没有解决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客户跟服务器之间文件上传和下载的功能 好 那下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既然我们的CQCRT通过SHD这样一个服务能够把我们的制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LSIFConfig这样的制服串发送给我们的主机 同时主机也能把相应的返回结果 也通过制服串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CQCRT这个软件 那自然而然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已经建立起连接了 只是现在的数据是一个普通的制服串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文件操作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在这样的传递的基础之上 增加一些其他的选项或其他的功能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制服串转换成文件的传递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们CQCRT里头它集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叫REMODE协议 当然REMODE是我们现在已经升级比较多的 就是现在版本比较新的一个协议 最早还有XMODE和YMODE协议 现在我们利用REMODE协议应该说它的速度会快一点 所以我们主要考虑是REMODE 那什么是REMODE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文件和文件上传下载中 我们引入的一个什么?一个协议要求 只要我们的软件客户端支持这样的REMODE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也支持REMODE协议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协议上传和下载文件了 好,那还是一样我们先看看这个REMODE是怎么用的 这个呢通过演示 大家可能就比较理解是如何去使用它的 好,还是看到我们的CQCRT这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我们在登录之前呢 先提一个问题 先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程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能通过ROOT这个用户去登录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在这个地方登录的时候呢 还是点一下属性 把我们这个ROOT用户名 就是在我们的SH这个选项中 把我们的默认登录名还是改成什么? 我们的普通用户 比如说我们的Rocky 就是说尽量大家不要用ROOT去操作 因为如果用ROOT操作呢 很有可能我们在平时开发中没啥关系 但在企业开发中 我们很难有ROOT这样一个权限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多熟悉一下 普通用户是如何操作Linux的 好然后我们点击OK 然后我们下面开始链接 好链接上了 链接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地方就有个Rocky的这样一个用户名登录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用到这个软件中的 Upload和Download的功能呢 那我们来看 在我们这个SQL CRT软件中 它已经把我们的ZMOD的协议集成进去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啊 在Operation这个选项槽中的有一个绘画器选项 绘画器选项中呢 我们来看啊 刚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绘画中 它所具备所有功能 你都可以在这找到 比如说我们调整字体 或者调整编码集 等等功能都可以 那然后我们看最后下面啊 你看最后下面是不是有个XYZ MODEL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中啊 其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奇怪的东西 你看Upload和Download就出来了 说明我们的这个协议其实就已经具备一种什么上下的一种感觉 而上下中呢 其实默认来说就是文件的一个传递 也说它可以把我们的东西上传到这个目录下 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东西下载到这个目录下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如果要利用这样的功能 我们最好把这样的目录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选项去修改成你的工作目录啊 当然我们这地方先用C盘给大家演示 以后工作中呢 你可以放到D盘你的Worker目录下 或者其他目录就可以 好我们点击OK看一下 也就是说CQCRT这个软件已经集成了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的U邦2系统啊 它到底能不能支持这个功能呢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那如何支持U邦2啊 是如何支持我们的那个ZMOD 那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来说给大家介绍两个命令啊 一个叫RZ 一个叫SZ 这两个命令其实很好理解啊 R的意思就是Reserve 以ZMOD协议进行Reserve 以ZMOD协议进行Send 所以这个两个命令啊 其实就是我们U邦2系统给我们提供利用ZMOD协议啊 这样做成的什么上传下载的一个功能 好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去用啊 当然首先来说你要想用这个软件 你首先看看我们的这个U邦2是否安装了 对不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RZ 我们先敲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命令啊 回车 好很显然我这个地方已经提出来了 他说没有安装 看没有 Not installed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安装它就行了啊 安装用什么命令呢 它也有一个提示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现在是普通用户 所以说我必须通过修度 把我这个用户升级成root用户 或者是更高权限的用户才能安装啊 因为我们相当于安装软件 就相当于改变了系统的一些功能选项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升级啊 以root用户的形式升级过来 好我们来看啊 apt-get-install 然后l的意思呢 像lab的意思啊 然后rzs 所以非常好记啊 非常好记 好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那这时候会让我们提示输入用户名密码啊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密码就是那个管理员的啊 好 好下面它开始安装啊 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些提示 然后我们这儿呢 它按照它的默认选项进行安装就可以 好这已经安装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大家来看 当我再敲array的时候啊 首先我们先说啊 这个r是概念叫receive 那是谁receive呢 记住啊 既然是ubuntu敲array 那其意义是不是就是说 它想搜什么东西啊 他receive嘛 对吧 它想搜什么东西 通过zmod搜什么协议啊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直接回车 看看它的效果啊 你看我一回车 大家看 你会发现它很奇怪啊 马上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弹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它希望干什么 它让我们去选择哪个文件 将要用zmod发送 明明是rz怎么会发送呢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的ubuntu是想搜 那很显然这个目录是谁的目录 这个目录是否我们现在vindos的目录 看没有 那么我们vindos的目录 是不是我们把vindos里的文件 文件想办法把一个文件给它什么 是不是传过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传呢 我们来看 那我们呢 在我们的地盘随便找一个啊 比如说在我的myshear中 myshear中 我们呢 去传一个 比如说一个abc 好吧 这样一个文件啊 叫abc.text文件啊 好 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这地方它有一个超时了 那我们重新重新来 rl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盘加进来 然后myshear 然后把abc选中 然后点add 这要注意add 我们加到这个传输列表中 然后点击OK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四个字节啊 它其实你看这个选项也能看出来啊 它没有错误 然后用了多久 然后每秒传输的速率 然后传了多少个啊 四个字节 因为我abc.text文件呢比较小啊 那当然没关系 因为我们说那个选框啊 很显然是vindos的浏览器 你肯定是可以随意的去选择 你需要把哪个文件上传下来 上传在哪呢 其实就在这个目录下 比如说我们看ls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多了一个abc.text 有没有 这样一个文件啊 那有一天说 我如果是切换到根目录下 那当然再执行rl 那就是接收到什么 接收到当前目录下 所以我们回过来 还是回到我们现在的目录 好 那么这个abc.text怎么看呢 我们看一下catabc.text 里头是什么呢 里头是个1234 这地方因为我没有回车 因为这个文件很特殊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回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提示符跟1234 是挨在一起的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把vindos里的东西 相当于传递到了U1.2里头 好 那我们看看vindos里的abc 是不是这个东西 好 我们打开这个地盘的myshare 然后我们看一下abc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1234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可以把 又通过rray这个命令 相当于ubuntu 或者我们的服务器主机 是不是就可以接收 我们vindos下 我们开发主机的任意的文件 对不对 所以这是rray的功能 那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sray了 因为s很显然就是发送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要想发送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发一个我们的东西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发哪 对不对 我们发什么 肯定是sj后面跟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发的哪呢 那大家来看 还是在这 你看在绘画期中 我们是不是有个download的选项 看没有 这个download的选项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我们以后要发 发给谁呢 是下载的意思 对不对 下到哪个目录 上传是我们默认从哪个目录去取东西 那当然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上一步 上一步 把选择其他盘幅 但下载没办法了 因为下载他默认就这个目录 我们一般来说改不了 除非你在这改就可以 好 那你看我们就不改了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目录 再后来进去 看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的目录 我们点到这个目录 然后Ctrl V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到我们这个download的目录下了 好 download的目录呢 我们现在可能有个ABC 我们不管了 现在我们重新下一个东西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可以利用VIR去新建一个我们的其他的其他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做麦子edu.tax 这样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我们就随便写写写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写麦子edu 然后我们写个Rocky 好 然后保存退出 保存退出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文件 那下面呢 也就是说在Linux上 我们已经生成了这样一个新文件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到我们的Windows 然后让Windows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处理 或其他处理了 那怎么做呢 SJ SJ后面就跟我们的这个名字就可以 SJ 跟我们这个名字 好 我们回测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会发现啊 它也是个百分之百的状态 然后好像就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Windows目录 有没有这个文件呢 好 我们打开看 很显然 这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这个15个字节的 麦子edu.text 对不对 好 我们双击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就刚才我们敲的这个麦子edu Rocky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命令呢 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上传下载文件的 一个功能 而这个功能呢 恰好就是我们Zmode协议 所以具备的一种什么 所帮我们封装起来的一个功能 所以对于这个协议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Ubound2需要安装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酷 然后我们的Windows呢 也需要在我们的这个集成客户端里安装 因为CQCRT这个软件已经集成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不装了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用CQCRT这个软件进行远程登录 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它的集成功能比较多 我们应该说在开发中呢应该说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说通过这个软件的介绍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后啊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开发 就是这台服务器即使在很远的地方 我们只要在Windows的机器上用CQCRT这个软件去登录 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它已经集成好的ZMOD 这样一个客户端或服务端怎么的 向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发送或接收文件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呢通过这个命令的命令安装啊 应该说我们以后的发送接收应该是非常的方便了 好这就是我们ZMOD的一个概念 感谢您的观看